老实说 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们不是很厉害 但是拉了五首巴尔托克 拉了第六首 应该要容易一点才对啊 但一排练发现 还是一样难 而且还更难 因为这个第六首巴尔托克 我觉得他已经集结了 实验了五首不同的曲式 他把他所有觉得最棒的精华 全部都集合到第六首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ensemble外 在和声上面 在旋律上面 都更有大胆的尝试 所以我觉得每一年的巴尔托克 对我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烧脑的过程 但是每一年的演出 对我来讲 都是心灵上非常大的满足 我很期待 当我拉完巴尔托克六首的 最后一个音的时候 我的这个人生愿望清单 我这一次的check 一定要写得非常大 因为我们花了六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这个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过去几年来 非常谢谢各位听众 陪我们一起努力 就是用六年的青春换曲 完整演出 巴尔托克弦乐四重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敏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